蕭哥還有機會付出 嗯 付出 人生還是要付出吧 但是行業有很多種選擇吧 王偉忠鋪張小燕近況探黃自焦 人生還是要付出 最近有跟小燕姐聯絡嗎 小燕姐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了 不過前一次還是有聯絡在這個事情之前 小燕姐其實 真正一次我們聚會的時候 朋友還問她說小燕姐你不要再出來 做些什麼事嗎等等等等 小燕姐的狀況還不錯 很多聚會她還參加 她跟她 因為想說她真正的是退休 她覺得說真正 她是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她真正的退休 所以就不太管很多事情 我覺得最近許昌德那一篇臉書寫得很好 許昌德說小燕姐不太回答什麼事情 跟我有一點空間 想罵的人就去給我來罵 想去了解的人就去了解 讓那個 幾乎已經瘋狂的人 我怎麼樣可以慢慢平靜 趙哥還有機會付出 嗯 付出 人生還是要付出吧 但是行業有很多種選擇吧 我覺得她該受的 法律上的那些事情都會有相對性的處理 她也必須承擋 但她的人生 她必須還是要面對的 就是說她不一定要選這個行業嗎 這不是我們能做決定 以法律來講 憲法是規定人民用選擇行業的自由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不能用法去講去看 這是每個人都要去自己去做想法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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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